拜登总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 他应该坚持向沙特阿拉伯示好的政策 还是采取措施进行报复 纽约时报6日的报道如此发问 在美国关键的中期选举前夕 石油输出国联盟 欧佩克加突然宣布疫情以来最大幅度减产 考虑到美国总统拜登7月 才刚结束中东球游之行 华盛顿普遍将此看作是沙特对齐的背后捅刀 当地时间周四6日 在白宫发出声明几天后 拜登首次对媒体亲自回应这一问题 在有意的淡化表态中 他重申自己感到失望 并语言不详地透露 正在考虑替代方案 但他同时承认美沙关系存在问题 美联社认为 拜登这一表态实际承认了其外交失败 这时沙特王储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只是看中选票的民主党同僚 显然不满于他表现出的过度尊重 民主党人周四指责利亚 得为支撑油价战队俄罗斯 并由此呼吁美国从沙特撤军 这无疑增加了拜登应对的压力 此外 纽约时报指出 不管是号召国内增产 还是限制出口 与石油产业关系紧张的拜登政府 能做出的选择有限 而且要做出权衡 无论选择如何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指出 拜登当前面临的现实是 美沙之间本已复杂而脆弱的双边关系 已经深深地断裂 西方孤立俄罗斯的努力 受到了直接打击 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 都变得更加脆弱 纽约时报欧佩克减产后拜登的选择 是示好沙特还是报复 拜登便向承认外交失败 民主党人要求撤军 6日当天 在被媒体问及有关减产的回应时 拜登表示 美国政府正在寻找石油供应的替代方案 但尚未做出决定 他同时承认 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加国家做出的决定 令人失望 这说明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存在问题 就在三个月以前 为解决国内油价高企问题 曾不断借人权问题敲打沙特的拜登 放下身段 开启任内首度中东之行 修补美沙关系 并与沙特王储留下了知名的碰权外交 美联社称 拜登这一表态 实际承认了这个最大 最羞辱的外交政策赌博之一的失败 沙特王储既碰权后 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减产的决定 既会支持产油国俄罗斯 持续在乌克兰的冲突 也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并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将油价推回到危机选民的水平 削弱拜登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前景 拜登当天向记者坚称 他出访沙特 本质上不是为了石油 还包括鼓励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等目标 但纽约时报指出 美国官员当时私下透露 他们有一个共识 即沙特阿拉伯和其他能源大国 将在秋季前提高产量 当地时间7月15日 拜登与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碰拳 图片来源 澎湃影像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人 呼吁政府做出强硬回应 撤回美国为沙特提供的武器和军事保护 并指责沙特王储 不再坚持两国之间 以石油和军事为交换的 超过7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 据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 苏珊·怀尔的Susan Wild 伊利诺伊州众议员 萧恩·卡斯腾 Sean Keston和新泽西州众议员 汤姆·马里诺夫斯基 Tom Malinovsky 这三位众议院民主党人在周三晚间称减产是敌对行为 是美国与沙特、阿联酋外交关系的转折点 并提出一项立法要求取消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支持 马里诺夫斯基周四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此举是在故意伤害美国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 让我们维持 几乎完全为了保护他们的油田和安全利益 而在那里的部队 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他还声称 沙特王储毫无疑问 拥有与俄总统普京相同的价值观 他不欣赏美国对世界民主的倡导 这只撤军将引起他们的注意 以行动应对行动 揭露他们的虚张声势 Call their bluff 他们真的认为 他们可以用美国的安全伙伴 换取俄罗斯或中国的安全伙伴吗 他们知道他们不能这样做 马里诺夫斯基说 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 汤姆·马里诺夫斯基 资料图图片来源NPR 根据白宫6月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 大约有2733名美国军事人员 被部署到沙特 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防止 来自伊朗或伊朗支持的团体的敌对行动 在阿联酋 这个数字大约是2000人 纽约时报指出 由于美国国会在选举前修会 该法案更多只是一种声明 马里诺夫斯基则表示 该立法完全复制了2020年 参议院共和党人推动的一项法案 时任总统特朗普因油价过低 以此向沙特施压 要求其减产 该做法当时起到了作用 他希望该法案 现在也能为拜登提供所需的弹药 马里诺夫斯基称 他已经与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交谈过 但他拒绝描述对方的反应 沙特方面的反应 与美国国内政坛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与沙特政府有联系的评论员 阿里西哈比阿里西哈比说 利亚的对华盛顿 关于油价的歇斯底里感到惊讶 西哈比表示 沙特的战略正在发生变化 因为它适应了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 而美国对欧佩克进口的依赖性 已经降低 报道称 沙特不再向美国出售大量石油 而是成为中国的最大供应国 这使利亚德的商业和政治利益 重新定位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中东研究员 大卫奥塔威 David Otway指出 这限制了美国从利亚德获得帮助 以降低能源价格的选择 当然 他们对来自拜登的压力不屑一顾 他们也不觉得对拜登政府有什么责任 一位美国官员则向CNN表示 这并不总是关于我们 我们明白 但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清楚此举的观感和影响 继续是好 还是实施报复 这是个问题 拜登应对减产的选择是有限的 而且要做出权衡 纽约时报写道 白宫此前称 先前政府宣布释放的 1.8一桶战略石油储备SPR 还有最后1000万桶 将在11月释出 后续拜登也将继续适当 向市场提供战略有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美国的石油产量 每天增加了约50万桶 CNN指出 白宫这一表态 是为了表明其内部有一种观点 即如果美国政府需要 枪塘里还有子弹 但纽约时报称 由于该储备 现在处于4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旦发生战事 或是飓风等自然灾害 石油有可能出现短缺 同时 白宫也在呼吁国内石油生产商 增加其产量 并削减自身利润 降低零售价格 但坚持清洁能源政策的拜登政府 对化石燃料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 这使得华尔街的投资者 对美国石油业务的回报 持怀疑态度 迫使公司把重点放在通过回购 偿还债务和分红 向股东返还现金上 而非把现金再投资于 更多的石油生产 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的 大宗商品市场战略全球主管 巴特·梅里克·巴特·麦里克表示 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认为 他们必须只在一段有限的时期内运营 这反过来又减缓了美国石油产量的增长 进一步推高了石油价格 《华尔街日报》援引业内专家指出 政府的态度正在对炼油能力产生影响 而这本就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 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来建设汽油制造厂 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探讨的措施 还包括禁止汽油和柴油的出口 但官员们也承认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这将对其贸易伙伴 特别是试图摆脱俄罗斯能源的欧洲盟友造成损害 并放大全球通胀压力 石油行业的分析家们则认为 这可能会因散布恐惧 或在市场上造成瓶颈 反而推动油价上涨 当地时间10月3日 美国加州洛杉矶 雪佛兰公司当天早上的汽油价格 在美加伦7.09到7.39美元之间波动 此前 汽油平均价格已经连续31天上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增加国内产量的方法 还有一个 那就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